大家好,今天就簡單介紹一下Pokemon Blaze Online 的一些精靈的資料 一些資訊,就是關於Pokemon Blaze Online 裡面的精靈的個體值是怎樣製造 如果以前Pokemon MMO 就是生蛋,這裡是沒有蛋生的 但是那些個體值是怎樣製造呢? 其實就是有一樣東西可以刷新它的個體值,我們可以看看 首先打開這個交易行,然後打開一個IV的東西 這個Random,這個已經展示出來了,我們可以搜尋給大家看 這個東西可以使用一塊,用一塊就可以刷新你的精靈的個體值 可以刷新所有精靈的個體值 假設我例如拿一個例子 我這個氣勢後,打算刷新這個個體值的話 其實就使用那個道具,用那個Random的道具 然後就可以刷新它的重,所有的個體值 它就不能說像Pokemon之前的方式,就是所有的能力值去刷 它沒有這個東西的 Random 現在這個東西多少錢呢?我可以幫大家看看 這個東西現在的價錢是... 最便宜是27,519 所以其實如果你想使用一隻厲害的精靈 其實都是有點難度的 可能你會問,這樣使用什麼時候才使用到6V 甚至可能你說不要6V 2,3V其實都已經很難了 大家如果有玩過以前的Pokemon 其實如果你捉一隻,可能在劍盾以前 或者是新悶之前 你如果想捉一隻野生精靈 或者是其他所有的寵 你想它看到身上已經自帶2V或者3V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很難的事 那這裡也是一樣 你這樣刷新,其實是一定不會刷新到3,4V 一定刷新不到的 所以要怎麼做呢? 那又要靠另一個道具 剛才也展示了出來給大家看 好,那就是這個IV Potion 那這個就是一個可以增加你的個體值的東西 那你見到8000元 8000元其實都頗低下的 其實頗低下的 那可以用法就是這樣用了 好,那假設你現在這隻... 我沒有一隻V,看一下 應該有一隻V吧 好像這隻這樣 那這隻Bomb呢 就是29特攻,27速度 那假設你現在覺得很完美 但是還差2點 那怎麼辦呢? 就是用那支藥水 那這裡你按 那它就會問你 是不是要用這個個體藥水 提高這個特攻1點 那你按了1點 按了1點之後 它就會提高1點 那個體值呢 就是這樣升上來了 那我自己呢 就沒試過這個藥水的效果是怎樣 還有它的使用量是怎樣 會不會說 越高 就是吃得越多藥水 那個需求越來越高呢 都不知道的 因為我自己沒試過 戴定頭盔 我是完全沒試過這些東西的 那我單純知道的方式 告訴你們 OK 好了 那介紹完這件事呢 就講一下這些看法 那就是說呢 其實 現在這隻Game裡面呢 是可以透過這些洗過體值的方式 來重新一隻寵 就是令那隻寵變強 那就是意味著 如果你捉那隻寵 性格是不漂亮的 那其實就已經不需要考慮了 因為性格已經錯了 但是假設你的寵性格是對的 但是個體值很差 那怎麼辦呢 那就可以用這些IV的random的色仔 以及IV的藥水 個體值藥水 來幫它強化它的個體值 那它就可以繼續用了 那換句話說 就是說 其實主要先看這隻寵的性格 個體值後體 如果你有心去培養它 成為可能兩三V的 那你就 照我這個方式去做 那就可以了 OK 好了 那來到下一個東西 那下一個東西就是 有時候你會在一些 中文聊天區 就是這個聊天框那裏 看到有些人說 什麼三轉 一轉二轉 那其實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那轉身了這個能力 是不是比較厲害呢 好了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轉身 其實就不會令你的寵更厲害 對 就是你能力直上 是不會有分別的 但是有什麼分別呢 我可以帶給大家看 這一點東西 其實 真的未必有人知道的 應該我想所有人都未必知道 OK 來吧 那一樣用BOOM來做這個介紹 那你進來這個BOOM 你見到我的寵 現在有100L的寵 那它有一個位 你按進去之後 它是可以按轉身的功能 好了 那就是這個位 這裡有100L的 你按進去 它按進去之後 它會有一個 這個表出來 這個欄出來 那是什麼呢 它會告訴你 重置你的精靈變為一級 它就會獎勵你一個技能點 這個就是那個轉身的意思 如果無意外 沒有猜錯 這個就是轉身的意思 那這個寵 就會從此由100L變成1L 你就要重新再升過去 但是換取什麼好處呢 可以看一下 它這裡有幾項好處 分別是這個什麼 移動銀行 這個HP恢復 PP的reflex 那這個其實是超級有用的 尤其是HP恢復和PP的刷新 這兩樣東西 其實是叫做 可以逐行你一個重的 在野外的一個可以用的時間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在野外打怪 其實你的PP 其實你的PP 消耗得很快 不過 不過這個功能 就是可以令你 好像是機率性 增加你的技能PP的點數 對 所以其實都有用 HP的話好像不知恢復10% 還是不知幾個巴仙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 就是未去到說很緊要 OK 那至於下面這些 其實就 你可以看一下 中文它都有講到的 就是說 增加這個common和uncommon的同步率 那同步率應該就是 他那個的 應該是說性格的同步 我想是 但是他有這些特性才可以學到 那這些其實是廢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這些就應該難用一些 同步率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那這裡都有講過 就是說增加物品的調落率 那我暫時不知物品調落率 是會跌什麼 OK 那講完這個 就講回一些正經的東西 正常的東西 正常的人會學的 就是這個HP 還有這個PP 然後還有第一個 那第一個 這個叫移動銀行 那一開始我都在想 什麼叫移動銀行 是不是真的代表他在街上 可以叫他出來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不是的 他這個移動銀行的意思 其實就是一個 技能的儲存槽的意思 你當他 假設我這次的BOOM 就學了這些技 對 那如果你轉身學了那個技能的話 其實他就可以再儲存另一個 技能表 技能槽 對 那專課你用於PVP或者PVE 甚至可能用一隻寵來捉寵也好 那你就有多過三個工作的技能表 這樣 大致上這個轉身就是這樣 其實都很有用的 其實都很有用的 包括PVP的回復 HP回復 這些就是續航用 那這個移動銀行 就看你對於這個寵有否這個需求 你會不會拿它來打PVP 你會不會拿它來用來打PVP 那這一點就要你自己去衡量 那我自己呢 未升一隻是轉身的 我自己未升一隻 因為我暫時沒有一隻 所以我就完全沒有考慮這個轉身的問題 就是這樣 那如無以外這個應該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自己都是這兩天才發現 有個這樣的按鈕 有個這樣的按鈕 所以就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功能 OK 那這個BaseOnline的一些資訊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興趣玩這個遊戲的話 也可以去到Google網上 下載這個遊戲來玩一下 其實都蠻有趣的 你作為一個闖關遊戲 其實都可以的 不過就 不比較困難 真的 真的比較困難 好 OK 那這次介紹來到這裡先 我們下次再拍其他的題材 好 拜拜